把这鞋拍好了要游走了 一会儿就去发快递 我把鞋发走了 过一周左右就能游回来了 然后到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户外鞋换底是怎么样 看是不是成功 千呼万唤这鞋 终于收到了 现在也开箱 朋友们看到我的鞋了吧 看到我换完底是啥样了 再给你们展示一下 说说这鞋特别兴奋 看这鞋底换的 原来我这是有一个波浪 我想这块也有一个 然后它把那个顶去掉了 不过有一点胶印 这不怎么影响 仔细看一下 这个黄标的底 哎呀真是太开心了 就冒幻新年了 这个花了399换了这个底 不过这个底价价格是有点贵 不过对于户外的专业的底来说还可以 如果说一双鞋2000多的话 你花400块钱换个底还是值得的 但是如果要是普通的鞋 换底你就得衡量了 是买一双合适 还是说换个底合适 不过我看着最奇葩的一个图片啊 是有位大神给一双旷威的胶鞋 换了一个这个底 一模一样的 一会儿你们看一下图 简直太惊叹了 不知道这位大神是怎么想的 我这次换底成功了 我就特别开心 这个鞋再占5年 应该没啥问题 只要它不降解不老化的话 就没有问题 但是以后就必须得一周穿一次吧 如果你不出门的话 你也得穿一穿 如果这鞋 就这种户外鞋 这个底 你如果要是不经常穿的话 它肯定会降解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跟它材质有关 还是这种高科技的材料有关 这次我找到这个换底的地方 这回我就放心了 如果这个鞋 这个底要再坏了 鞋没坏的话 我还可以再花400块钱换个底 简直太成功了 真是新三年 旧三年 风风补补又三年 朋友们 如果觉得我这次换底成功的话 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还看到了好多鞋底都可以换 什么皮鞋 胶鞋 什么户外鞋 不过一定是价格高的鞋 换底才合算 其他便宜的就算了 欢迎朋友们评论区留言 恭喜我吧 这次换底成功了 拜拜 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